有一個啟示澄清 我們也要講一下就是領埔王 大家知道我們跟領埔王相當熟練 William Neer 很多網台都跟他很熟 領埔王其實以前在大角咀那邊 是叫什麼街 那時候比較旺 其實他自從搬到唐尾道 其實我對他佩服萬分 因為這個位置我下去兩三次 我是由人網時代 M.I.H.K.時代 到現在 我覺得那位置真的 首先你要走去 我開車當然要拍在門口 其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很多時候都瞞著陷阻 正所謂的 特別是現在的時勢 生意是難做 我要很正面地評論領埔王的食物 我要這樣說 朋友是這樣說 他是合格Fair的 OK的 就是OK的 我不是用任吃火鍋 是用收費火鍋來計 當然他最有名的 或者最有名的 就是本身的鯉煲王 那個湯是甜的 煲是OK的 羊腩是OK的 我今天就看到 Facebook有條粉牆的王家發 就在一個叫 按鈎仔女同盟會 按鈎限定的群組裡 share了漂亮的黃蝠照 然後就說 聽說這家老闆就來要倒閉 今天和幾個大陸朋友去吃飯 這家真的比平時少了很多人 老闆說 那些蟑螂暴徒 有書不讀 在那裏搞破壞 搞到沒有了生意 最好警察抓了那把人才會平靜 聽完我真的很開心 馬上跟他有說有笑 最後還有百五折 還送了半打啤酒給我 終於找到同路人 大家快點支持他 挫爆他 王家發寫這段文 很明顯 他就知道其實很難找同路人 支持警察 因為他說終於找到同路人 他寫這篇文的企圖是什麼呢 他的企圖就是 希望那些人知道 即是他知道很多黃絲 他知道這個世界上很多黃絲 那個群組 他就特意叫人去挫爆他 就告訴別人 這家是藍絲 讓別人沒有生意 那為什麼這個黃家發 他知道 那麼希望領寶王沒有生意 很簡單 因為領寶王 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聽網台 多久就知道 他基本上是跟所有網台的朋友 那些企圖又在搞聚會 花生台 那些城寨以前玉文 老少 很簡單 王養達 就算他不是心王 都肯定不會是藍 就是 甚至乎 他亦有贊助了一些 QPON 那些啤梨萬步 還有沒有可能八五折以岸去金屬 即是說真的 雖然他一天下廣告就下花生台 我們啤梨頻道開台 好像還沒有下廣告 我們啤梨頻道開台 好像還沒有下廣告 雖然幫忙 通常你問阿土幫到你忙 還是我幫到你忙 即是錢賺 通常你問阿土幫到你忙 還是我幫到你忙 即是錢賺 通常你問阿土幫到你忙 還是我幫到你忙 即是錢賺 即是這些心照 但不要緊 跟他用金屬 他最多都是免收加一 免茶界 就從來不會給八五折 很肯定是吹水 我不是很介意 其實我也很怕他就說來 我下廣告 還有 我不是很介意 其實我也很怕他就說來 我下廣告 還有 我不是很介意 其實我也很怕他就說來 我下廣告 還有 因為他不夠好值 不夠好值 都是 舊相來 幾年前的舊相 就當是身上去騙人 舊相來 舊相來 幾年前的舊相 就當是身上去騙人 舊相來 舊相來 幾年前的舊相 就當是身上去騙人 我想這樣說 你說這個世界是幾混亂的 他這樣一寫 黃絲不會支持他 藍絲就怎樣 老實說藍絲不會 因為有間人是藍絲去支持他 是啊 真的 所以William就專門打電話 給林康晴 我們跟他澄清 不用澄清了 只要你聽網台 有回歷史 是人 你喜歡不喜歡吃 都知道領埔王 一定不會是藍絲 而我可以很負責地跟你說 他絕對是黃絲 不過他的包容度比較大 這是事實 為什麼做生意的人 譬如 他有些老朋友是藍絲 會在那裡拍照 我們不能夠要求到 別人好像我們這麼 折惡如仇 生意的人 但是我跟大家說 他肯定不是藍絲 你說吃不吃得過 其實他都可以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他的口水當然可以試 不是 其實總而言之我也是這樣說 你吃個好食物再去 他絕對不會差 但是總而言之 過了講很多的總評分 OK 但是OK好一點 那又不同 為什麼好像我介紹過 杜鄉那間 杜芳撿了 杜芳 為什麼呢 杜芳很好嗎 杜芳不是很好 價錢便宜 百多元任食 是給你那些食物 性價比高 如果以任食來說 他就算很棒 是的 今晚我也將會去吃火鍋 現在就跟大家說一聲 再見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好 回來今天是3月24日的啤梨晚報 節目好像是準時開始 算不算 6時多 6時半 6時半 我們剛才看到林康正去領邦王 做一個 都不是叫遠勝的 是硬入 廣告 最重要 我們沒有所謂廣告費 此其一 其二 就是領邦王 跟我們的關係 純粹是友情 為什麼呢 我們都沒試過吃 如果下去吃東西 就不用付錢 是每次都要自己付錢 但是我們作為怎麼說呢 路友記也好 他算你 當然 我覺得 我自己是這樣的 他有沒有算便宜我 我就沒有看單 為什麼呢 我覺得路友記去捧場 我反正要出街吃飯 你算便宜我的 我固然起 你不算便宜我 我也因爲 因為這些是捧場 不需要算便宜的 阿薇林聽著 如果我給你下來吃東西 你又不要算貴我 但是 總而言之 正正常常 從來我都抱這個態度 就等於 我們的網友上來買東西 我會不會被抵抗他們 我不會的 為什麼呢 他們既然捧我場 我為什麼又被抵抗呢 我當然 我給你抵抗 我還生意 人家會開心 我給你抵抗我 但是 有時我自己是這樣的態度 當然 我希望我的朋友也是這樣 OK 否則這個又有蠻強 是 尤其是現在 老實說 你有多少生意呢 我們偉大的特首 又叫我們 不要出夜街 其實都不用叫 或者我們的醫護 事實上這兩晚 自從 我想不是呼不呼籲 你突然間這樣 你不要輸入也好 輸出也好 在哪裡進也好 那個病毒 那個病菌 那個疫症 你總而言之突然間 一天幾十人 幾十人 或者有一天突然間爆出來 一百 一二百人都不定 或者不奇怪 現在爆不到 就是因為我們的測試 就不知為什麼 不過我不想再說 就永遠這麼想落後 人家是這麼想快的 包括德國 甚至乎意大利 意大利實在太多 但是意大利每一天確認 都是二千人來確認 你在香港 你根本 你聽回那些醫護 你聽回何柏良說 一天最多都應付一千個 最多 其實是不行的 我所知是五六百個 你一天就有五六千人進來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 大家看報章 看其他報道 這麼多掛一萬謀 這些也是中國人 和華人差不多 先生 我不忍心怪 但是也要怪 你衛生署的人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流亡之餘 因為真的做不行 但是 現在是防疫 他有時候 心態 我不怪之中 的怪 體諒之中 都是要怪的 為什麼呢 可能他之前是做了四百個 都真的做足功夫 而那個人來到 又合乎的程序 譬如我去台灣回來的 雖然是轉機 昨天說的那宗案子 我又剛剛沒有那些檢測的東西 有沒有咳 又沒有 他說 接著打電話又沒有人聽 那一天又開始吵了 你搞了一段時間 等那麼久 行了不用了 很多時候可能會出現這些事情 但是搞清楚 這個不是說吃小粒壽司 是你如果這樣放了一個 對我這種執著的人來說 你之前那四百個 我就前功做盡費的 你即使做得這麼辛苦也好 有時候就是 駁一駁差不多 廢人士 或者別人那些人很煩 我搞得錯 這麼久 於是你便放我進去 想不到我們節目 都不少藍絲聽過 好像Polok那些藍絲 是 狠狗仔 對不對 這個世界 黃店 我們黃絲當然要互相支持 對不對 有難時就撇棄他 你說什麼黃色經濟圈 你說什麼就不分國不分法 你怕死就留在家打飛機 知不知道 不是 你屌實說 你屌實她是毫無異議的 但是你又不能這樣說她是藍絲 因為黃絲也有很多欺負人 真的 要說什麼抗爭 一來到 我怕有事就要割蓆 老實說 老實說 打邊爐 是不是真的會糟糕呢 現在都沒有證明的 邊爐家族 不過你說不要整班去打邊爐 高談闊論 那我就認同 那你買外賣就可以了 你可以現在屌你 首先買五里亞 你剛才有沒有說明 上街抗爭 你剛才有沒有屌人住 你先不要屌人住 你剛才有沒有說明 領寶王可以買外賣 領寶王 這條片好像沒有 但現在正常食肆 他有沒有先 其實領寶王有的 現在正常食肆 你是可以叫外賣 你肯付錢 你還可以叫Food Panda 對 送給你 送給你 你說沒有煲 領寶王可能還給你 最多加了幾條東西 嗯 道道都是這樣的 現在 吵你 我真是屎不貴 昨天回家沒有飯吃 我焗冷氣 我打算打電話去富林門 叫鮑魚和鯨吃 富林門 sorry 但後來想想 吵你老母 一條人吃好了 實在太冷氣了 因為大家知道我喜歡吃鮑魚 自從我講的講完之後 亦有很多網友問我 很多網友問我 很多網友問我 在哪裏吃 但我一看見福林門的鮑魚 跟我平時吃的48塊鮑魚 還有鵝醬 價錢有少少距離 在現在的經濟環境底下 我廢了事 麻辣煩定的Food Panda 原來Food Panda 原來很貴 那要送給你 是要錢的 我知道 但我猜不到也這麼貴 貴很多嗎 貴很多 有優惠麻利 打優惠麻利 Anyway 不要緊 我連包完也不捨得吃 不要無端端給多幾百百元 我一個軟 好了 剛才講到哪裏 即是那些怕死自私精 說真的做好衛生 不是 我未講自私精 之前講自私精之前 有講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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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講自私精之前是講什麼 自私精之前 你是你說的 即是說他臨屍 不是 我講那個之前 我講一講你突然屌尺 我講William 我要這樣講 領埔王 首先我覺得打火鍋是沒有問題的 OK 那真的 三兩有人 OK的 一個人都可以打 老實說 一個人是窄窄少少的 因為我抹不夠 你會明白 我經常覺得這個世界上最可憐的一件事 並不是一個人去看電影 一點都不可憐 一個人吃午餐 一點都不可憐 但是一個人 在吉野家 或是大家樂 去打火鍋 然後還要說 賣光 很快賣光 有時候我試過這樣 一個人去大家樂 我真的沒試過大家樂 我試過和我兒子 吃得來都差不多 我只是看煲這麼小 哪裏夠飽 不是 你是要加很多東西 而且我受不了一夜加好 但是那種牛味 那種是欺牛的欺牛味 OK 就不像我們去生鯿魚那種 那種牛味 吵你了 最後去大家樂 譬如我五點幾六點鐘 去打火鍋 已經說 我媽媽 吵你了媽 我心想不想通 有些人想吵你了下午下午茶來打火鍋 我心想不想通 有些人吵你了下午茶來打火鍋 而且最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鍋不是很熱 他找個有些希臘 扶著扶著 吵你了媽 吵你了媽 令我想起我小時候去露營 吃麵 根本不是煮熟 他只是浸淋上去 因為那些火 以前我們的年代 那些火更加烈 有時候偷柴火 求人其木 又丟下去 什麼都丟下去 燒一下燒一下 那個鋪肉 大家 俗話俗話說 有外賣 真的嗎 這些還不是藍絲 這些不一定是藍絲 黃絲也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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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要向現實低頭 不要狂吵那些客人 OK 因為我認為他這個程度 還未足以夠吵 總是有些人很簡單的 我不想知道為什麼 在網上有這麼多話說 吵你了媽 當然要互相支持 吵你了媽 老老實實說 如果你說真的 我吵你了媽 到現在都是 吵你了媽 到現在都是 吵你了媽 口罩照不戴 我戴口罩 只不過是因為廢人事異常 吵你了媽 吵你了媽 怕你了媽 先說一下這個 靈寶王 我跟William 沒有那麼熟 跟林康正 有些人說 很早一些 那些介紹 其實我們認識了十年八年 很久了 很早 很早很早 首先William 為什麼會縱伏呢 我覺得是縱伏的 為什麼會選擇一個位置 她的命要走這個運 她才會選擇一個位置 我試過這些東西 我認為做生意最難的地方 是在北角 但是我搬了一個大舖 的時候 我竟然會選擇北角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我在上還一個死場 信德中心做得到 那時候是死場 做得好 於是 什麼福是禍所福 禍是福所以 就是這樣 本來你明明知道 北角是欺老財 但是因為你在另一個欺牆 做得好 你就信心滿滿 其實沒有 你信心滿滿 你以為那時候的私道很好 幫到你了 於是你就去那一下 結果就糟糕了 如果不是我絕對不會去 去北角的 但是那次糟糕 也可能影響了一條命 是命中有這個劫 或者這個 這個膠縮到 你才會另外再令辟稽勁 所以人生真的很難說 我對於嶺波王 我認為大家去嶺波王 首先一定要 它有小菜 去嶺波王 你一定要叫嶺波王 它本身那個嶺波王 是一味的 就是那個鍋 是 它那個鍋 當然你可以吃什麼 什麼薩仔鍋 什麼薩仔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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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鍋鍋鍋 因為那些鍋鍋 周圍都有機會吃到 但是那個嶺波王 它真的自己做過一個 我喜歡吃的 我覺得好吃的 很甜的 只是吃一個嶺波王 那個鍋鍋已經夠了 當然你要點牛肉 但是它最突出的 老實說 就是它的生蠔 我是真是一代蠔王 無論你是本地蠔 還是法國蠔 美國蠔等等 生蠔 但是大家都搞清楚 吃這些打火鍋 你又不要想著 我有貨 於是又找些什麼蠔 什麼蠔來吃 是不對的 是一定要吃中國的蠔 就是華南一帶 就一定要吃劉浮山蠔 你去街市買本地蠔 都是劉浮山蠔 為什麼不一樣 就是 我第一次吃蠔 為什麼我經常吃劉浮山蠔 我去街市買的 給錢的 不是那種味道 是真的不是那種 當然這是另一個故事 劉浮山蠔 其實很多蠔種 本身在台山周圍 台山都是蠔 就是蠔苗 然後拿來劉浮山養 跟劉浮山本地出的蠔 亦有不同 但是 William蠔的蠔 是真的很好吃 去蠔牌 真的真的很好吃 去蠔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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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浮山都分不同水域 對 是真的 真的很好吃 大家真的要去試試 怕疫情買外賣 其實我覺得這樣 總而言之 你不要這麼大鵬人 口沒還飛 因為你三兩支 都不用怕這麼多 一條人 一條人 難說 我不會這麼黑色 一條人真的好想孤青 去哪邊 起碼拿大條女去 我兩個人都不喜歡 其實說真的 你起碼有三四個人 你才會吃得多點東西 你說六七個人 開始慢慢 你不知道那些人 有沒有去過哪裏 今天林康正又來到唐尾道 18號 當然要支持我 老友紀歸廉的靚寶王 大家知道最近 生意都非常之差 尤其是你黃店 都未必捱得住 那好了 首先我過來 當然洗手 有連登珠 我相信他不會是藍店 那為什麼今天專門 過來幫靚寶王 發一條片 那試完了 我上次就一波風 在波蘭街139號 叫救命 叫我幫忙 拍照片 靚寶王 這麼老友都幫幫我 我說可以 你最近有什麼特別事發生 除了因為生意差 因為肺炎疫情 因為武漢 搞到你肌毛鴨血 原來最近 他在上面 在互聯網 就被人唱他藍店 因為之前的一位夥記 是藍絲 怎麼知道 跟威廉罵 之後沒有做 就周圍唱 靚寶王是藍店 那你問我 我跟威廉做了這麼久的朋友 光顫了靚寶王這麼久 怎麼會是藍店 他幾年前開始 已經是社運發行 新鮮生妖肥牛 好特別 每個人都知道 靚寶王 就一定是黃店 真是 心黃的黃店 最佳事 他有難 我作為朋友 當然幫你拍照片 唐美濤18號 以前是邪對面的 即是很久之前 他就算 現在都會放文書 雖然相對其他報頭 文書不算很多 你問我 威廉自己本身 就一個文書 就算他不用 任何文書 都知道他是黃店 再加上 有時你來到 又會見到 不同的社運人 網台人 你就知道 這間店 過增加實黃店 那些東西好不好吃 我待會介紹一下 之前都介紹了很多次 今天我們 有一個小菜方 當然除了吃火鍋 除了豬肝鍋 除了藥腺雞鍋 洋腩鍋 麻辣雞鍋 之外 其實他小食小菜都不錯 尤其是一定要試 樓頭山 斷地蠔 真是威廉 走去魚排那邊 自己親身去減蠔 別處吃不到 連啤梨都說 一枝斑 那 我 待會 一些東西來 我逐點逐點介紹 總之 現在 無緣無故 就被人誣衊 樓波王是藍店 我當然 忍心如出 信我 或者信了這麼久 大家看樓波王 最近 黃色經濟圈都喊了救命 生意不好 當然 我呼籲大家 多點來 樓波王 如果一人一起打電龍 不緊要就買外賣 都無所謂 樓波王有兩個高三頁 就一定要叫 哪兩個高 當然他做了很多年 樓波王 大家看 特大裝這個 有豬骨 有閃杯 然後有豬手 有吊片 很正的 樓波王 第二個 我最喜歡 也是阿東 最喜歡的 那這個呢 弱線雞煲 其實其他雞煲都很棒的 那弱線雞煲呢 首先就 放著半隻 先 那弱線雞煲 那 放著半隻 也都很喜歡 那三點一定要叫 首先 首先 拍了 裡面拍的黑白葉 很爽 拖兩秒 就可以了 其實很爽 牛胃那邊 就是這樣 那我選擇最漂亮的 是啊 選擇最漂亮的 這幾個位置給你吃 黑白葉 這樣 是 牛胃 牛的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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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個位置 那我會選擇這幾塊最大塊的 給你 師傅開了出來 師傅開了 師傅開了 很乾淨 是嗎 因為你回來 新鮮的始終都是很多 是 那現在再過幾次 去洗 裡面的東西 即時新鮮 我出去打邊 檢查你 你會吃的 再沖一下水 是嗎 是啊 沖很多次的 是 你看到 我再去沖一下 師傅 這位置 洗了很多次 一定是乾淨 吸發玉水是乾淨 是啊 但是很有浪味 而且很爽的 這位置夠薄 這樣就不會硬 吃下去的時間 最重要這位置薄 是啊 這位置夠薄 這個是最亂的位置 我待會選給你們的 就來吧 好 這個黑髮葉 好 那你先試一下 我先試一下 加大一點點火 可以不可以幫我 拖兩秒 就可以了 怎麼為之兩秒呢 1 2 3 5 6 7 咦 熟 搞定 2秒 記住出來用公筷 啊 1 1 2 1 一定要叫的 我最喜歡的 牛胸爽 又是 又是兩秒 牛胸爽 黑髮葉之後就當牛胸爽 一定要叫 那些人可能會嫌他肥 其實呢 阿東之前不吃的 我介紹他上次說 吃到他又是 爽爽的 因為一點都不肥 你吃下去他就知道了 好爽的 幾秒 他搞定點少許 哈 是不是很爽啊 是啊 4 3個6半 哇 好香啊 第三個 新鮮鵝腸 他不烤 不會烤 不會烤 烤都不烤 但很棒 烤的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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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這裏還有些是脫狗菜餃 那裏有些雲吞 有些牛肉粒 白髮葉 有些丸 那些牛丸 潮州魚蛋 四寶丸 全部都很爽 這個 鵝腸 現在 這個我叫 靈波王三寶 鵝腸 黑髮葉 和牛胸爽 是我臨康正個人最喜歡吃的 當然 雞子 又說俊仔一定要吃 還有 劉浮生蠔 季節限定 去到什麼時候沒有了 3月 去3月就沒有了 吃完這個月就沒有了 沒有了 請帶點牛肉 大家看看 美不美 大家平時來 我不用去叫 極上肥牛 手舍肥牛 我就不叫這兩點 都已經是這樣的水平 一看下去 這麼多塊這樣的貨色 你想想 對另外它極上肥牛 手舍肥牛 就有些什麼料 我就是幫大家省著銀包 再加靈波王 甚至他特意吃齋 整個齋煲 特意為我們 你吃齋煲 都是一流 特意有齋煲 很有心事 你吃齋煲 都可以過來 記住了 來靈波王 除了吃牛肉 丸 雲吞 韻吞 韭菜餃之外 兩個煲 兩煲 三菜 靈波王 藥膳 雞煲 鵝腸 牛胸 嗓 黑柏葉 當然 多點兩天 雞子家樓浮生蠔 這樣就很完美了